以后媳妇去哪里 我都要跟着 你就不怕旁人说你气管炎啊 我喜欢被媳妇管着 莱希不想跟她瞎扯淡 你别去 我做早饭呢 莱希说着 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转头笑眯眯的看向机缘 话说 你刚才说你想吃什么来着 媳妇 我答应了 机缘双眸一亮 就要将莱希搂在怀中 莱希将她推开 乖乖在这里站着 看我做媳妇给你吃 然后机缘就调见 自家小媳妇好和面 然后用面捏出了媳妇两个字 放在了锅里蒸 整整一锅的媳妇 小半个时辰后 她拿起一个媳妇 放到了机缘的面前 快吃啊 媳妇 机缘哀求的看着莱希 莱希直到没瞧见 拿起唯一的一个相公 吃了起来 你吃媳妇 我吃相公 嗯 味道不错啊 媳妇 那哪有我好吃 机缘低头 盯着一扁子的媳妇 看了会儿 拿起一个吃掉了 却没有再拿第二个 怎么不吃了 我只有一个媳妇 只吃一个就够了 莱希脸上的笑容 渐渐没有了 她盯着那一扁子的媳妇 心里忽然很不识滋味 真是傻男人 这不过是她在跟她开的玩笑 只是面饼而已 又不是真的 她累了一晚上了 只吃一个哪里够啊 机缘摇摇头 莱希盯着机缘看了两酒 忽然搂住她 发狠式的亲了两口 而后一抹嘴道 我给你煮一碗面 嗯 莱希给机缘重新煮了一碗面 看着她心满意足地吃了 莱希盯着那些媳妇有些发愁 机缘看了莱希一眼 而后道 媳妇 我有办法 蓝伯月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呢 见机缘来了 招呼着她过来 侄女婿快来 这三月早晨的阳光就是舒服 来陪我躺一会儿 三叔 媳妇做了些好吃的 我给你送来点 嘿嘿 西丫头就是孝顺 快让我瞧瞧做的啥 这是什么 媳妇先发明了点心 那我尝尝 这不就是面饼吗 不过既然是西丫头孝顺我的 我一定吃完 嗯 三婶呢 在屋里呢 田氏正坐在屋里缝制衣上 见机缘过来 笑着招呼一声 执女婿来了 嗯 机缘的目光落在田氏的手上 这是给你小堂弟做的 田氏见机缘盯着这小衣上 两眼发光 于是问了一句 执女婿喜欢孩子 机缘点点头 那就赶紧跟西丫头生一个 媳妇不会做衣裳 不会做衣裳没啥 等回头西丫头要是怀上了 绳子给你们做 好 谢谢三婶 都是一家人 哭气啥 三婶 啊 三叔喊你 你三叔喊我干啥 田氏出屋子 就见兰伯月 坐在椅子上吃着东西 定睛一看 瞧见他吃的什么后 禁不住红了脸 你这魂不令的 大白天的 你还要脸吗 媳妇 我咋的了 你瞧瞧你吃的啥 兰伯月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这面饼的蹊跷来 眼睛一转落在田氏红润的脸颊上 拿起一个面饼乐颠颠的吃着 眼睛直勾勾的看着田氏 我就要吃 我最喜欢吃了 这魂人 若是让侄女婿瞧见了 多不好 田氏朝身后望去 哪里还有机缘的身影 咦 刚才不还在吗 这一会儿人呢 三叔都收下了 嗯 还吃得很开心 三婶也很开心 莱西总觉得 机缘话里有话 琢磨了会儿 没琢磨出一个所以然来 机缘一晚上没睡 莱西催促她去休息 机缘瞅着晾晒草药的小媳妇 走过去一把将人扛在肩上 朝着屋内走去 哎 机缘 你干什么呀 我一个人睡不着 要小媳妇陪着 莱西羞红了脸 她让她将她放下 可是机缘根本不理会 将她扔到了床上后 迅速躺在了她的身侧 将她禁锢在了怀中 立刻闭上了眼睛 缓缓道了一句 只睡觉 啥也不干 莱西扭头 瞥见她安详的面容 紧绷的神经松了下来 嘴角勾起一抹浅笑 微微侧头 亲了亲她的脸颊 搂着她 哄着某个大孩子睡觉 原本是陪她睡的 没想到后来竟然真的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中午了 机缘还在睡着 兰西瞧着时间差不多了 小心翼翼的起床 捏手捏脚的出了屋子 去准备午饭 机缘闻着饭箱醒了过来 跑到锅屋 从后面抱住了兰西 行了 马上就可以吃饭了 去洗把手 嗯 三月里春暖花开 正是草药移栽的最好季节 下午的时候 兰西让机缘陪着她 进了一趟山里 里面有不少珍贵的草药 不过一个多时辰 她就挖了一箩筐 走得有些累了 两人找了一处平坦的地方休息 才刚坐下 脑袋忽然一疼 兰西嘴角一抽 这熟悉的感觉 兰西借口去方便 不准机缘偷看 跑开了一段距离 钻进了灵犬里 果然 见到那只小胖鸡 躁动不安 小胖鸡见到它 立刻朝着它扑了过来 那模样 比上回碰到了人参还激动 这附近有灵药 大概在什么方位啊 兰西了解了情况后 从灵犬里出来 见机缘在不远处探头朝着这边张望 一脸担心 她走了回去 机缘 我们往那边走走看吧 嗯 兰西按照小胖鸡的指示 停在了一处倒下的大树边 兰西看到上面长了不少木耳 招呼着机缘采摘木耳 叽叽喳喳的叫声又在脑海中响起 哎呀 别叫了 等我摘了木耳 我就帮你找 媳妇 你在说什么 没 没什么 相公 我们快将这些木耳都摘了吧 嗯 兰西在大树边转悠了几圈 用铁枝将地上的枯叶挖了掉 忽然她愣在那里 盯着树根处暴露出来的东西双眼放光 天呐 她发现了什么 灵芝 还是这么大的灵芝 这样品相的灵芝少说也有百年吧 若是拿去卖 定然能卖 小胖鸡的狂叫声在脑海中响起 兰西无语了 她盯着那灵芝心在滴血 媳妇 机缘的声音传来 兰西一咬牙 趁着机缘过来前 将那灵芝挖出来 扔进了灵犬里 然后看到小胖鸡 像看到珍宝似的扑了过去 三两口就将那株上百年的灵芝 吞进了腹中 兰西欲足 她的钱呢 真是糟蹋了 小胖鸡像是听到了她心中的想法似的 冲着她发了一个大白眼 兰西惊 她 她没看错吧 这个家伙竟然冲她翻白眼 吃了她那么好的东西 竟然还冲她翻白眼 哎呀 她又弄死她 媳妇 你刚才怎么了 我喊你几声 你都没有反应 没什么 我就是在想 这树怪可惜的 你瞧 这么大的一棵树 就这么死了 若是再长些年 得多壮观啊 鸡元转头四下看了看 兰西顺着她的目光扫了一眼 而后嘴角一抽 四周的树都和这棵差不多 有的甚至比这棵更粗壮 兰西无语了 晚饭我们炒个腊肉菌子 再弄个菌子汤 咋呀 媳妇 这些东西 真能吃 鸡元盯着那些君子 眼底露出担忧 也难怪她不放心 她年少的时候 村里就有个孩子 误食了这种东西 最后 人没了 从那后 这十里八寸的人 再没有敢吃这种东西 能吃 不仅能吃 还很好吃呢 等回头我做出来 你吃了就知道了 尝尝 鲜不鲜 鸡元接过碗 尝了一口 好喝 兰西喜滋滋笑了 拿筷子加了块 先前炒好的菌子 再试试这个 鸡元将嘴巴凑过去吃了 然后点点头 好吃 真好吃 我呀 炒得多 咱们吃不完 你送点给奶他们吃 兰西想了想 还是道 二婶那边也送点吧 兰西其实不想给装饰送 可也不好顾此薄比 鸡元点头 将兰西的叮嘱记下了 就找来石盒 送东西下山 兰西送他到门口 路上别耽搁 快去快回 等你回来 汤差不多也好了 嗯 媳妇 那我去了 去吧 鸡元拎着石盒下山 他想了想 先去了二房 果然 装饰一件鸡元端的东西 满脸拒绝 就算上面有腊肉 也没药 金元也很干脆 装饰不要 他扭头就走 多劝一句都没有 兰妹听到动静 从屋里出来 娘 傻事 你说这西丫头 存的什么心呢 啊 好端端的 竟然送我一盘毒蘑菇 我这几日没得罪他吧 他竟然想救我死 兰妹也约觉得有些不对劲 可瞧着他娘气急败坏的样子 他也不好说什么 你还端着那东西干什么呀 赶紧扔了 这东西咋能吃 要出人命的 娘 咋了 那臭丫头 好端端的 竟然送咱们一盘毒蘑菇 没毒 媳妇做的 好吃 机缘冷冷的 望着张氏的目光 有些不满 若知道他媳妇 想将这送给妹妹吃 听到张氏的话 他掉头就走了 机缘将目光 落在了兰可欣的身上 你姐让我专门送来 给你尝尝呢 她心里惦记着你 兰可欣心心里一暖 大姐专门做的 嗯 那我尝尝 兰可欣伸手就捏了一块 放进了嘴里 可欣 你不要命了 娘 你别担心了 大姐若当真想要我们的命啊 何必这么费力气 我没说他要杀我们 我怕他不知道这东西有毒 不能吃 机缘的脸色稍稍缓和些 没毒 现前我已经吃过了 我也觉得没毒 兰可欣又捏了一块 她大姐做的东西 还是这么好吃 她眼睛一转捏了一块 趁着张氏不注意的时候 塞进了张氏的嘴里 张氏的声音 戛然而止 双眸一亮 这东西咋真好吃啊 兰可欣一笑 冲着机缘眨眨眼 娘 这辣肉也很香 你要不要尝尝 嗯 我尝尝 张氏也不客气的捏了起来 娘 你不怕这东西有毒了 张氏白了兰可欣一眼 你姐夫都说这东西没毒了 再说了 要真有毒 你出事了 我也不活了 要走大家一起走 黄泉路上呀 也不孤单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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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都说什么呢 嗯 哎呀 好吃 真好吃啊 那丫头的手艺真是没话说 见别人夸赞小媳妇的手艺 机缘也有些得意 她将盘子递到了兰可欣的手中 我还要去给奶和三叔送点 嗯 去吧 机缘心想 老太太和三房那边就简单得多 机缘将君子放下 老太太只淡淡扫了一眼 就夹起一块吃了起来 然后说了一句 不错 三房那边更不用说 蓝伯月得知机缘送来了吃的 立刻就凑了过来 还被田氏称了一句 饿死鬼投胎似的 二婶那边没要 兰希并没有觉得意外 他不要咱们自己留着吃 汤已经烧好了 咱们也快点吃吧 我都快馋死了 蓝妹去外面转了一圈 回来后雨妆示道 娘 那男人呢 不光给咱们送了那东西 都给奶他们送了 据我所知啊 他们还都吃了 什么 都吃了 当真是为了吃不要命了 可我瞧着 人好像也没事 哼 眼下没事 保不准的 明儿一早就出事 庄氏嘴上一副不在意的模样 心里却想着呢 第二天一大早 就去各家转悠了 然后瞧见各个精神饱满 哪里有中毒的样子 那东西竟然真能吃 庄氏眼睛一转去了山上 哟 大清早的 执女婿打拳呢 哟 瞧着拳头耍的 呼呼声威啊 大清早的 二婶子过来了 是这样的啊 昨日里呢 执女婿过来送吃的 我呀 当时说那东西有毒 后来执女婿走了 我思前想后 觉得自己话说的不对 西丫头是多好的人啊 若是有毒的东西 能送过来给咱们吃吗 我觉得过意不去 是来跟你道歉的 莱西的眸光 从庄氏的面上扫过 将她的心思揣摩得明明白白 西丫头 你那郡子还有吗 没了 昨日里啊 就弄了那些 全都吵了 庄氏脸上的笑僵了僵 莱西的话 她是一点也不信 目光下意识地 朝着院内瞟去 就看到了 院中架子上 晾晒的东西 她瞬间火冒三丈 戏丫头 你这话说的可不实诚啊 你不是说没有了吗 那你身晾晒的是什么 庄氏说着就要去抓 二婶 别碰 庄氏的手 僵在了半空中 幸好二婶没碰 不然呢 可就要出大事了 这能出什么大事 二婶 这些是毒蘑菇 庄氏愣了愣 她瞧着和昨日的那些 也没啥两样 这是毒蘑菇 你留着干啥 真当她是那么好糊弄的 哎呀 二婶有所不知啊 这虽然是毒蘑菇 若是运用得当 也是治病良药 不过 若是没病没痛的人碰了 后面的 后面的话 来心没说 庄氏吓得赶紧收回了手 拍着胸口道 哎呦 还好我没碰 二婶 能吃的呀 昨日里我都炒了 如今没了 等下回吧 下回若是采到了 我再给你送点 嘿嘿嘿 瞧你说的 二婶是那种人嘛 哎呀 二婶哪 不过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想着你昨日送来 二婶没吃 怕你心里多想 眼下呀 采了要点 既然没有 那也就算了 只要你不多想就成 呃 家中还有些事 我就不多留了 先回去了 纪元 送送二婶 嗯 庄氏趁着兰西不注意的时候 碰了那架子一下 有几个君子 从架子上滚落下来 恰好掉在了兔子的旁边 兔子低头 嗅了嗅 将那君子吃了 庄氏仔细盯着那兔子看了会儿 见兔子活蹦乱跳的 回去的路上 庄氏心里握着一团火 不满的嘀咕 哼 什么人嘛 明明没毒 竟然还骗我 不想给我就直说 何必呢 又不是非问你呀 你能见到 我就不能见到吗 庄氏的双眸悠然一亮 转身注意着四周的灌木丛 机缘回来的时候 就见兰西低头 训斥着兔子 媳妇 怎么了 这个小家伙 刚才在偷吃毒蘑菇呢 幸好我发现了鸡食 为了解药 不然呢 眼下小命可就没了 兰西拍了拍小兔子的脑袋 让你弹吃 下回还吃不吃了 晚些时候 兰西趁着机缘去 方便的功夫 进了一趟灵泉 昨夜里 灵泉又出现了异样 大晚上的发光 见原本清透的灵泉 眼下呈现淡淡的黄色 一股药香 从泉水中散发出来 他怒了两滴 尝了尝 瞬间觉得 整个人都清明了不少 兰西盯着不远处的小胖鸡 陷入沉思 似乎每回在小胖鸡 吃了好的药材后 这灵泉都会发生变化 难道这灵泉和小胖鸡 有什么联系 兰西还琢磨不出 到底什么原因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 为了这小胖子吃好的药材 会增强灵泉的效果 瞬间觉得 那些未尽小胖鸡肚子里的上好药材 很值得 这灵泉可真是个宝贝 兰西从灵泉出来 刚好听到机缘进屋的脚步声 不知道谢氏阿那边打听得怎么样了 我们去看看吧 嗯 你那日走后 我就去找了村长 木子村就打算卖一些地 只不过那些地都在靠山的位置 这样的地有多少 木子村这边有三十来亩 我后来去其他村子打听了 其他村子也有不少这样的地 你若是想要的多 还可以去其他村子买点 莱西没好气 瞅了谢氏安一眼 他倒是想啊 可他没钱啊 加上从三叔那边寄来的 他手里眼下 总共只有两百六十七两银子 多少钱一亩 十两一亩 价格太高了 莱西皱眉 十两一亩 这可是良田的价格 谢氏 你去跟村长谈 最好能控制在七两一亩以内 另外 最好能附带上附近山头的使用权 若村长答应 你就跟村长签下十年的数捷 然后每年 莱西斟酌一下 给他十两银子的租金 谢氏安是个聪明人 一听就明白了莱西的用意 他是想用这山头的租金 说服村长将地价给压下来 谢氏安点头 当即就去找了村长 半个时辰后 谢氏安回来 村长答应了 一亩六两的价格 辛苦你了 莱西对这个价格很是满意 不过 我答应了村长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日后若是中药材 咱们必须要雇佣人来帮忙 我答应他们 日后若是找人 必然会从村子里找 每日供钱再十文以上 这是二百两 你拿去交给村长 一百八十两是买地的钱 剩下的 作为山头头几年的租金 跟他说 之后山地的租金会每年给他 不过 签书器的时候 签的是十年 谢氏安点头 拿着银子去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 谢氏安回来 将地契和书器 交到了莱西的手中 铺子那边暂时没有合适的 铺子站起不及 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 我需要你去一趟南方 帮我找种苗 回头 你再从村里找两个年轻力壮的 陪着你一起去 找种苗要紧 不过 安全更重要 谢氏安点点头 眸光从机缘的面上扫过 察觉到了机缘的异样 给兰西递了一个眼色 兰西看向机缘 微微一睁 她忽然意识到 一直以来 她忙着做生意的事 却忽略了机缘的感受 相公 找种苗的事很重要 谢氏安一个人去 我不放心 你愿意帮忙吗 我愿意 谢氏安笑着离开 将空间交给两人 可能会很辛苦 你怕吗 她抬手 轻抚着兰西的头 媳妇 我想帮你 好 兰西苦下脸来 可是 你想得要和你分别 我就有些舍不得 兰西拉着机缘的手撒娇 她是真的舍不得呀 机缘望着面前的兰西 她也舍不得媳妇 不过她是个男人 她要替媳妇分担 西丫头正好 快跟我走 算说如此慌慌张张的 是出了什么事吗 午后 你二婶和妹丫头和玉蓉就开始狂吐 我过来的时候 两个人已经昏迷过去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快去看看吧 西丫头 你快去瞧瞧吧 玉蓉都开始说胡话了 这把事又不行了呀 眼下 蓝淑婷还陪着蓝玉药参加院士 二房却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若是没了 可如何是好 田氏有些担心 别慌 有我在 兰西进了屋 就见装饰等人都躺在床上 一个个面色铁青 嘴唇发紫 这很明显是中毒的征兆 兰西走过去 掀开几人的眼皮看了一眼 又探了探脉 逼着人 给美人喂了一滴灵泉水 田氏扶着老太太走了过来 西丫头 怎么样了 你二婶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中毒 我使了毒蘑菇 屋内几人俱是一愣 没人说话 可兰西知道 他们隐约猜到了什么 这个蠢货 老太太气得怒骂 那可有什么事 三婶放心 并不是厉害的毒 我开些药 他们喝了就没事了 幸亏他有灵权 能暂时缓解毒性 否则他们是真的没救了 我这是怎么了 我 剑庄室醒来 众人提着的心 这才稍稍放了些 二弟妹啊 不是我说你 那郡子能是随便吃的吗 一个不小心 这不是险席去了命吗 那蘑菇有毒啊 可不是 张氏瞅着庄室 像是看个傻子似的 这么愚蠢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要是他 他才不敢乱碰呢 庄室回过神来 妹儿和玉蓉呢 他们咋样了 二嫂别担心 妹丫头和玉蓉啊 都没事 想来再过一会儿 夜就醒了 你眼下身体虚弱 需要好好休养 这回可多亏了西丫头 若不是西丫头 二嫂你们就 后面的话 田氏没有再说 庄室又不是傻子 哪里还有听不明白的 好了 眼下人都没事了 都熬了大半夜了 早些回去休息吧 以后不清楚的东西 不要乱吃 活了大半辈子了 并从口入 这么简单的道理 还要我教你吗 娘 这事人也不怪我 我也不想出事 庄室瞥了兰西一眼 还不是有些人 不肯给我君子 她若是给我了 哪里还有这些事 你还有脸怪别人 别在我面前说话 夹枪带棒的 你真当我老婆子 什么都不知道啊 啊 西丫头昨日里没给你送 是你自己不要的 如今你又舔着脸要 西丫头凭什么给你啊 装饰的面色惨白 老太太的话却没停 还不是你贪嘴惹的祸 你若不贪嘴 怎会出眼下的事情 近日里若是没有西丫头 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里 说话吗 西丫头救了你们娘几个 你不但不知道感恩 还在这里抱怨 原先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估摸着你心里不好受 没想呵斥你 可你倒好 不知悔改 都走吧 让他自个儿待在这儿 好好想清楚 话落 老太太转身离开 娘 二婶 我并未骗你 我家院中善的那些骏子 是有毒的 你若当真想吃骏子 与我说什么便是 我还会不把那种骏子 能吃告诉你吗 可你不信我呀 庄氏羞红了脸 自己瘫嘴出了事 偏偏还撞到了兰西的跟前 她真是没脸见人了 不过想想这事 她就有些后怕 她不过一条老命 没了就没了 竟然还连累了梅儿和玉蓉 我不在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记得按时吃饭 注意休息 别太劳累 兰西头一回发现 机缘竟然这么啰嗦 不过 她听着却不觉厌烦 反而盼着她一直唠叨下去 再不舍 分别还是要来临 出门在外 人生地不熟的 你们注意安全 若是遇到意外 也安全为主 种苗的事不必太多在意 兰西叮嘱两人 然后将家中剩下的所有银两 都拿了出来 想了想交给了谢时安 她一向粗心 这钱呢 还是你来拿着 媳妇 媳妇怎么能在别人面前 接她的短 机缘有些懊恼 谢时安闽垂一笑 好 这钱我拿着 一定将美文钱都花到实处 媳妇 你将银子都给了我们 你怎么办 别担心了 我在家有吃有喝的 一时半会儿啊 也花不了啥银子 更何况 要真有个什么事 我还能去找三叔 你们出门在外 多带些银子妥贴些 兰西拍了拍机缘肩膀上的灰 出门在外 谢记莽撞 律师多和谢时安商量 兰西 你别担心 我们路上会相互照顾 谢时安和机缘相识一眼 经过机缘身侧的时候 将五两银子塞到了机缘的手中 媳妇 我要走了 抱一下吧 此次去寻找种苗的 不光是机缘和谢时安 还有谢时安 从木子村找的两个帮手 他们听到机缘的话 取笑地看着两人 就 就抱一下 嗯 兰西抱住机缘 迅速要分开 却被机缘扣在了怀中 耳边传来他人的哄笑声 兰西只觉脸颊滚烫 他嗅着男人身上熟悉的气味 心道 笑就笑吧 他抱自己男人 也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 两久 两人分开 机缘望着兰西道 乖乖在家中等我 我们会快去快回 嗯 机缘话落 转身离开 谢时安冲着兰西抱了抱拳 追了上去 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不见 兰西这才将目光收了回来 准备回家 忽然他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 往怀中一摸 就摸到了五两银子 兰西盯着那银子 忍不住笑了 原来和我拥抱 还有这个目的啊 医药这孩子一出生的时候 我就知道是个本事的 果不其然 如今不过二十来岁 就种了秀才 可真是前途无量啊 西丫头和三弟妹来了 我们家御药可重本事 重秀才啦 恭喜二十 你好 嗯 老太太瞥了装饰一眼 轻声应了一声 就朝着唐屋走去 并没有因着 来御药重秀才 而高看他几分 装饰的脸色不悦 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也不好发作 娘 你看啊 御药如今中了秀才 可是咱家大许的事 哎 我琢磨着 白举着酒席 邀请乡亲们过来 庆祝一下 老太太眸光一灵 望着装饰 触及到那目光 装饰的身体猛的一哆嗦 莱西将那边的情形 看在眼里 各位爷爷奶奶 叔叔婶子 今日呀 我家二叔和唐兄刚回来 有些累了 需要休息 劳烦注意先回去 等改日里 再来家中做客 众人笑了笑 都拾去的离开 御药重了秀才 你很得意 觉得自己本事了 是不是 御药重了秀才 原本就是光药门眉的事 我得意怎么了 难道不是应该 我怎么就不能得意了 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看你是忘了 御药欠的债了 不过就是一时高兴 怎么了 奶怎么这么说娘 唐兄是觉得奶 训斥的不对 是吗 兰玉要转头 虽然没有说话 可眼神已经说明一切 唐兄考中了秀才 确实本事 可和举人相比 秀才根本不值一提 多少秀才 种其一生都无法种取 和尽是相比 秀才更是轻微的像只蚂蚁 唐兄眼下 还觉得秀才本事吗 做人得有危机意识 不能因这一时的收获 而沾沾自喜 唐兄 别忘了 你可没有一生的时间 去准备相识 你只有三年 若是三年内 你无法种取 你就需要立刻偿还那些债 而那些债务 是他三年内 绝对无法偿还的 像是有一块大石 猛地砸在了兰玉要的心口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原本的喜悦 瞬间被迪宕出去 娘 种秀才确实没有什么好得意的 等日后 我中了举人再说吧 兰玉要进屋读书去了 他从来没有觉得 时间如此的紧迫过 哎 玉要 庄氏气得一跺脚 扭头先连进了屋内 玉要种秀才 这是大喜的事 我高兴一下怎么了 他灯头就泼冷水 他是什么意思啊 啊 这么些年 我在兰家受苦受累的 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就让他这么看不顺眼 老太太还没走远 听到这声音 脚步微微一顿 却没跟庄氏计较 这么多年了 他这个儿媳妇啥性子 他还能不了解吗 行了 你就少说两句吧 他其实明白 庄氏委屈 可是 娘说的其实也没错 玉要身上还背着债呢 就算现在不用还 以后也是要还的 更何况 如今也不过中了秀才 什么叫也不过 是中了个秀才呀 你当的秀才好重的 这么多年了 你们村子才出几个 你们都回去吧 别跟着我了 我没事 娘 二嫂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 她就是那脾气 想了想 田氏又道 儿媳有句话 不知当不当讲 说吧 今日里 遇要重句 二嫂高兴的 想庆祝下 其实啊 也无可厚非 老太太清冷的 目光射了过来 田氏的神色一将 慢慢垂下头去 她原先还以为 老太太会训斥她 结果 老太太却什么都没说 转身进了屋里 西娅腾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 三婶 别担心 乃不是那等小妾的人 她不说话 估摸着 也是觉得自己错了 只是面上 不好意思承认罢了 兰西将田氏送回了家中 就返回了老太太这边 怎么又回来了 怎么 奶不想见到我啊 多大的人了 一点也不稳重 稳重呢 是做给别人看的 在奶的面前 我永远都是个孩子 要啥稳重啊 老太太拿她没办法 只好随她去 兰西在老太太这里待了会儿 临走的时候 老太太将这些年 自己攒下来的五两银子 拿了出来 递给了兰西 你回去的时候 从你二叔家走一趟 将这银子 给你二叔送去 老太太犹豫了一下 将后面的话说了出来 就说欲要重秀才 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该办的还是要办 那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今日里做错了 老太太怒瞪兰西一眼 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脸却红了 靠近你们吃吧 我不吃 我吃这大饼就好 兰大夫做的大饼确实好吃 可你每天总吃那两口怎么行 将这鸡腿吃了吧 要是蓝大夫在 也定然希望你吃得饱饱的 若是你回去后 发现你瘦了 他只怕要心疼 鸡员盯着谢时安看了会儿 将鸡腿接了过来 咬了一口后 皱眉吐出两次 难吃 比我媳妇做的大饼差远了 媳妇要是在就好了 让她教教你怎么烤鸡 媳妇做的烤鸡很好吃 怎么不教你 不会 忽然一声吼叫传来 谢时安就见机缘 瞬间眸光一灵 猛然转头 看向一个方向 当一头庞然大雾 从幽暗显现在月光下时 他们的呼吸一致 另外两人腿一软 差点没摔倒在地 别乱动 他们的身体将在原地 贴身的衣物都浸在了汗水里 时间似乎过得格外慢 看着那老虎慢慢走近 他们觉得自己的感官似乎都消失了 就在他们以为那老虎必然会冲过来时 他却扭头 转身离开 走了 谢时安三人无力地跌坐在地 哥 你说这老虎怎么突然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 兄弟俩的对话传入谢时安的耳中 谢时安抬眸 看向朝着牛车走去的男人 李宝和李贵两兄弟没有注意 谢时安却看得清清楚楚 在那头老虎靠近的时候 身侧的男人身上竟然散发出了野兽的气息 正是那种气息将那头老虎吓退了 牛车在他们身边停下 机缘望了望眼前的山林 神情严肃 这里不安全 我们先离开 没有人反驳机缘的话 他们都知道机缘是猎户 对山林有着非同一般的敏锐 加之经历刚才的危险 他们也想尽快地离开这里 机缘赶着车 载着他们离开 当他们走后 原本离开的那头老虎 从树后走了出来 望着牛车远去的方向 天这么晚了 距离下一个城镇 还有很远 想要赶过去 自然是不可能的 当晚 他们塑在了一处破庙里 先前经历了那么惊险的一幕 几人都累了 到了破庙后 没过多久 就都睡着了 嗷的一声 一声吼叫忽然响起 震撤山林 兰西猛地睁开眼睛 从床上坐起 他望着眼前漆黑的屋子 正正地发呆 震天的吼声响起 解释安猛地惊醒 他光芒爬起来 就要跑出去 好好在庙里待着 别出来 他抬眸 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身影 黑暗中 那道身影极其高大 似乎有他在 就一切都没有问题 李宝李贵两兄弟 也被吵醒了 哥 你听见了吗 是虎叫 听到了 没想到这老虎 竟然这么狡猾 还跟过来 趁着我们睡着 想搞偷袭 哥 我们今天 是不是要被这老虎吃了 别慌 有他在 我们不会有事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克服心中的恐惧 颤抖着双腿 朝着门口走去 就看到一道庞然大雾 从半空中砸了下来 鲜血喷涌而出 没了气息 而他的身上插着四只箭矢 两只插在眼睛处 一只插在脖子上 还有一只在腹下 他记得 他只听到了一声吼叫 难道 这四只箭矢 他是同时射出 这怎么可能 可若非如此 又怎能解释 只有一声吼叫 你没事吧 他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满身的鲜血 皱了皱眉 我没事 幸好媳妇没在 否则见他一身血腥 该要讨厌他了 李宝李贵两兄弟 也从庙内跑了出来 瞧见外面的情形 惊骇不已 天哪 鲜兄弟 竟然将老虎给杀了 鲜兄弟 你可真本事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不是什么大事 这些畜生活着也不容易 本想留他一命 可他却自己跟来找死 谢山三人顿时呆住 难道 原先带他们离开 不是逃命的吗 然后 三人就见 金元将手中的弓箭一收 从怀中掏出一把小刀 蹲在了老虎的面前 在老虎的脑袋上 划了一个口子 开始徒手包虎皮 那血腥的场面 让李宝李贵一愣 赶紧转身 开始大吐特吐 谢山的情况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只是当着旁人的面 他不好施了一态 只能强忍着 颤抖着声音问 鸡大哥 你这是 这是做什么 薄皮卖钱 机元的眸光 从胸口和腹下的箭矢扫过 虽然有些破损 不过应当能卖不少钱 补皮很贵 机元郑重的道 只是配上那血乎乎的脸 呃 谢山终于也忍不住了 鸡大哥来过金陵城 来过 我年少的时候 被家里卖剧做长工 当时经过金陵城 金陵城交通便利 四通八达 往来的商贩很多 我的建议是 咱们在城中找个客栈 先住两天 打听消息 确定目的地才出发 机元点点头 他也赞同谢山的说法 如此 我们就先去 找客栈三个字还没有说完 就见机元朝着旁边的摊位走去 谢山一愣 赶紧追过去 就听机元问 伯伯 您知道金陵城最大的皮毛铺子是哪家吗 最大的皮毛铺子 那要数陆里方了 机元打听到了自己 想打听的消息 转身与谢时安道 我要先去将虎皮给卖了 你们先去找客栈 机元话落 抬脚就走 谢山有些不放心机元一个人去 给了李宝两兄弟一些银子 让他们先去找客栈 回头他们再会合 谢时安匆忙吩咐几句 就去追机元了 机元的脚程快 他怕耽搁久了 就追不上机元 大哥 你说安大哥也没说咱们稍后在哪里会合 他们怎么找咱们啊 李宝也糊涂 不知道 别管了 安大哥和机大哥都是聪明人 一定有办法找到我们的 我们先去找客栈 两兄弟刚要走 李宝像是想到了什么 等等 而后他就学着机元原先的模样 走到了那摊贩前 小哥 跟你打听一下 这城中哪家客栈最便宜 欢迎光临门店 客官想要什么皮毛 这双皮靴怎么卖 客官果然实货 这双皮靴要二十两文银 乃是上好的东北虎皮所做 谢山点点头 一副宠辱不惊的模样 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 我们是来卖东西的 虎皮 你们这里收吗 果然是大铺子 伙计的含养很好 当谢山说出他们不买东西时 那小伙计也没有生气 反而笑意盈盈的将两人迎到了一侧的隔间 二位先坐 不知道二位想要卖什么皮毛 虎皮 二位稍等 我去将掌柜子擦来 听说二位想要卖虎皮 请看 不错 不错 虽然有些小瑕疵 可还算完整 能弄到这样完整的虎皮 很是厉害啊 不知二位想要卖个什么价格 一百两 他都想好了 先叫个汉高一点 等会儿再讨价还价 这是他从媳妇那里学来的 好 掌柜的拿了钱来 金元接过钱 谢山厚着脸皮问 掌柜子 我们兄弟二人出来金陵城 对这金陵城的物价并不了解 您跟我们透露一下 这虎皮的价格 那掌柜的愣了一下 你放心 我们没有反悔的意思 只是想询问一下 两人既然出来 那必然是不知道 我陆里方的规矩 我们陆里方买卖东西 都是一口价 若是觉得价格合适就要 没有讨价还价的道理 也不满两位 这位爷要的价格虽然不低 可虎皮不错 若是处理得好啊 这张虎皮制成东西 一千两银子还是有的 多谢掌柜的告知 看来 我们的价格还是要的低了 不用觉得亏了 一百两对于我来说 已经很多了 而且 那掌柜子也说 处理后才能卖到那些钱 处理起来必然不是容易的事 不用多想 大哥说的没错 你们果然能找到我们 虽然这里是金陵城 可你们都是纯厚朴实的人 定然也不舍得花钱 除了这城里最便宜的客栈 恐怕也不会去哪里了 咱们是出来办事的 这钱可不得省着花 我带你们去住的地方吧 谢时安猜到 李宝两兄弟会省钱 却没有想到 这两兄弟这么会省钱 他看着眼前的马舅 都傻眼了 我们要住这儿 安大哥 这金陵城的客栈 真是太贵了 这里已经是最便宜的客栈了 可这最便宜的房间 一晚上还要半两银子呢 我和暗兄弟想着 我们必须得省点钱 就和掌柜子商量了一下 让我们住这里 这里便宜 一晚上只要五十文 不过安大哥 你放心 小二说了 这一溜啊 已经很久没拴马了 马都拴在那边 我们兄弟俩 已经将这边打扫了一遍 一点也不脏 机缘走进去后 就靠着墙壁 合上了眼睛 昨晚他几乎一夜没睡 眼下是真的困了 谢山其实也累了 他犹豫了一下 也夸了进去 他们这一趟是出来办事的 可不是来享受的 说起来和荒山野岭相比 这马舅已经好了太多 虽然有些味儿 起码身下还有干草垫着 一觉醒来 天已经快黑了 见机缘站在马就外 盯着那些马发呆 在干什么 没什么 谢时安 我想给媳妇写封信 接下来的三天 几人一直住在金陵城 机缘和谢时安 在附近的酒楼茶馆打听消息 李宝 李贵 两兄弟闲来无事 就去码头 找了个帮货的活 没想到 竟然还打听到了不少消息 三日后 一行人离开 前往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永城 这几日 兰西一直住在三叔家中 张霄灵过来送信的时候 兰西跟着田氏学女工 得知机缘寄来了信件 兰西当即接过 迫不及待的就将信打开 看着那信 不自觉露出了小女儿家的情态 张霄灵看在眼里 有些难受 这女婿信上说的什么呀 机缘说 此行很顺利 让我不要担心 如今 他们已经到了金陵城 兰西的眼角有些泛红 她想机缘了 尤其是看到机缘那句媳妇 我想你 她就忍不住想哭 心里闷闷的难受 既然如此 那你就不要担心了 想了想 她又问 你可要回信 那信课还在我家中 若是你要回信 信下就写 我帮你交到那信课手中 要 麻烦萧林哥 然后她又掏出些钱出来 张霄灵不要 霄灵哥 我如今日子过得不错 这送信钱呢 还是有的 你就别跟我客气 张霄灵知道 兰西只是不想欠她什么 她将那钱收了 这信回头我帮你寄过去 不过不确定的是 她是否还在金陵城中 这信能否送到她手里 兰西点点头 表示理解 她其实就是想给她写信 若能收到 那最好 若是收不到 也无妨 昨日里刚下过雨 路上比较泥泞 远远的 几人就看到了前面停了一辆马车 谢时安朝着那边看了几眼 雨几人道 应该是陷进了泥坑里 离巴里贵 你们过去帮忙 好嘞 安大哥 那马车陷得太深 我们都抬不上来 我去吧 谢时安想了想 也跟了过去 不过 他还没有碰到马车 就见机缘一用力 将马车从泥坑里抬了上来 其余人都愣了 鸡大哥 你力气好大 嗯 机缘轻轻应了一声 就起身朝着牛车走去 等等 沐云烟喊了一声 走到了机缘的旁边 将手中的帕子递给机缘 你手脏了 拿这个擦擦吧 沐云烟盯着面前的男人 一双眼睛灼亮 谢谢 不用了 机缘转身离开 沐云烟没想到会被拒绝 一时愣在那里 姐姐 她不要算了 咱们的马车已经出来了 赶紧上车吧 爹娘啊 还等着咱们早些回去呢 沐云烟点点头 收回视线 和沐云雅上了马车 谢时安几人 也重新回到了牛车上 马车速度很快 不过傻眼间就将机缘他们甩在身后 沐云雅见沐云烟自打上了马车后 就有些心不在焉 知道姐姐还惦记着那个男人 忍不住替姐姐打抱不平 那男人可真无趣 姐姐给他手绢擦手 那时看得起他 他竟然敢拒绝 哼 我就是一粗人 姐姐别想了 沐云烟被沐云雅逗笑了 她是对那个男人印象不错 可不过萍水相逢罢了 也不值得她那么在意 鸡大哥 刚才那姑娘明显是对你有几分意思 你咋不收着那手绢呢 刚才递手劲的是个姑娘 李保李贵呆了呆 不是吧鸡大哥 人家那身材飙飙准准的姑娘 你能没看出来 没注意 谢山打圆场 好了 别拿你们鸡大哥开玩笑了 你们鸡大哥心里只有他媳妇 别的女子自然看不见 嗯 机缘很肯定地点头 几人继续朝前赶路 一个时辰后 却听到了前方传来一阵喧哗声 咦 那不是刚才那两个姑娘的马车吗 他们的马车前好像围了不少人 机缘朝前看去 确实如李保所说 马车四周围了不少人 而且那些人的手中还拿着刀 他眼尖地发现 车夫倒在了地上 胸前的地上还流了不少血 他们好像出事了 是山匪 李保李贵下意识一哆嗦 鸡大哥 安大哥 我们眼下怎么办 要不要跑 已经来不及了 那边的山匪 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朝着这边而来 沐云雅 见到机缘几人 原本挥败的双眸 瞬间染上了一抹希望 救我们 救你们 他们自身都难保了 还救你们 你们就乖乖地跟老子回去 给老子做压寨夫人吧 鸡大哥 不过眨眼的功夫 牛车就被山匪围住 竟然是个穷小子 不过没关系 这牛应当也能卖几个钱 将你们身上的钱都拿出来 我可以考虑给你们留个全尸 将你们身上的钱都拿出来 我可以考虑给你们留个全尸 鸡大哥在说什么 抢山匪 没开玩笑吧 他盯着机缘的神色 瞧着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李宝李贵两个人 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机缘没理会几人的震惊 微眯着眼睛 注视着那个山匪的头 要钱 还是要命 真是好笑啊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山北 还没听说过过来打劫我的 还真是我听到最好笑的笑 一个画子还没有说出口 一只剑嗖地飞过来 静止插进了他的喉咙 鲜血喷涌而出 上 听我们老大暴虫 一群人蜂拥而上 谢山想要服额 完蛋了 这是惹了众怒了 李宝李贵 操家伙 只听嗖嗖嗖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就见那些山匪 一个个倒在了地上 谢山愣了一下 下意识转头 想看机缘 高大英伟的男儿 站在牛车之上 眸光清冷地注视着 朝着这边冲过来的山匪 抓起箭矢 毫不犹豫地 朝着那些山匪射去 好快好霸道的剑法 他真的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山野农夫 原本围在他们四周的山匪 迅速逃窜 不过眨眼的功夫 就消失在附近的山林里 谢时安转头 看着一地的山匪尸体 浓郁的血腥味传来 他有些不适地拧起了眉 不知怎的 他忽然想到了 机缘徒手包护皮的那碗 呃 呃 呕 呕吐的声音传来 不是谢时安 是李宝和李贵 兄弟俩显然也发现了眼前的情形 和他想到一块儿去了 两人的神情还有些争愣 似乎这辈子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尸体 正当他们愣神的功夫 就见机缘弯腰 从那些山匪的腰间掏出一个钱袋来 揣进了自己的怀中 他真的来打劫的呀 还不快下城帮忙 一个子都不能留给他们 这些都是他们搜刮来的不义之材 不要白不要 谢山缓了会儿 也下了马车 朝着沐云烟姐妹走去 二位姑娘没事吧 我们没事 多谢你们救了我们 咳咳咳 不用谢 是这些山匪自寻死路 不过此地不宜久留 二位姑娘还是早些离开吧 我们的马车毁了 车夫和家丁都 二位姑娘若是不介意 我们可以送二位一程 哎 真的吗 当然 不过要劳烦二位 跟我们挤牛车 不知二位可介意 公子客气了 我们不介意 机缘已经差不多 将所有的箭矢拔出 手上沾染了不少血 沐云烟捏紧手中的帕子 犹豫了一下 还是走了过去 将帕子递给机缘 机缘争愣一瞬 仍旧没有接帕子 直接从旁边的山匪身上 撕下一块干净的布 转身回到马车上 坐在那里 低头擦拭着弓箭 姐 咱们别理这个 运木脑子 二位先上牛车吧 我去将你们 马车上的东西取来 多谢公子 劳烦公子了 不客气 沐云烟 这一路上 目光大部分都落在了机缘的身上 而机缘一直都在认真地赶车 从始至终都没有多看他一眼 那男人什么来头啊 怎么一直冷着脸 我姐姐这么好看的女子 好心送手镜给她擦手 她竟然还不领情 沐云雅并没有压低声音 她就是故意说的大声 让机缘听见 姑娘 你别生气 机大哥就是这副性子 不过她人很好的 至于不接您姐姐的手帕 估计是怕惹了误会 惹啥误会啊 我姐姐一个姑娘都不怕 她一个大男人怕啥 云雅姑娘有所不知 机大哥已经娶亲了 她和嫂子感觉很好 沐云雅没有想到 会得到这样的答案 她下意识地看向姐姐 就见沐云雅有些愣神 姐姐 哦 云雅 我没事 原来她已经成亲了 难怪 她一定很爱自己的妻子 得知这样的结果 沐云雅虽然有些难受 可又庆幸自己没有看错人 正因为她是一个这样的男儿 她才会对她产生好感 谢公子 你们与我们有救命之 不知你们此去永城有何事啊 兴许 我和妹妹可以帮上你们的忙 我们是为了草药的肿苗而来 看来这羽毛 我们还真能帮得上 永城是大辽朝的草药大城 城中有三成以上的人家 都种植草药 五成以上的人家 做着和草药相关的生意 而沐家就是各种巧处 树下女子直言 几位看起来并不像是大夫 或是药堂之人 云雅姑娘说的不假 不过她的妻子 却是我们那里有名的大夫 谢山指向机缘 女子唯一 正是 沐云烟望向机缘 难怪她如此爱自己的妻子 原来她妻子是如此出色的人物 沐云烟有些羡慕机缘的妻子 公子的妻子 必然是个极为出色的女子 若有机会 真想见上一见 嗯 我媳妇很棒 这是机缘和沐云烟说的第一句话 还是夸在莱希的 婶子是脾胃虚寒 若是婶子愿意 我肯用真酒术 帮婶子去除体内寒气 再吃上一贴药 便能药到病除 你没开玩笑吧 我都看了好些大夫了 吃了好些药 直到现在都没好 真的能像你说的 你用了什么术之后 再吃一天药就能好 能 那还等啥子 快来呀 来接要给病人 用真酒术的事情 在铺子里传开 梁大夫 用真酒术是要快饮解带的 我这病人 可是个女患者啊 难不成 你想占人家便宜 你这丫头胡说什么 因此 饶着她再想看 也不得不跟其他人一样 站在外面 她生平头一回痛恨自己 怎么不是个女的 赵氏过来时 就见兰西的隔间外 围了一群人 你们不去招呼客人 躲在这里站着干啥呢 梁大夫 不是我说 其他人跟着胡闹也就算了 你怎么也在这里站着呀 没瞧见那批病人排队等着看诊呢 兰大夫用真酒术给人看病 我也是一时没忍住 我这就去给病人诊脉 哎 梁大夫 你等等 你说 兰西丫头 在干什么 用针灸术给病人治病 她会针灸术 针灸术不是失传已久了吗 兰大夫确实会针灸术 这件事情掌柜子也知道 怎么 掌柜子没跟夫人提起过 都是铺子里的大夫 梁大夫有心求教 她怎么能藏着掖着呀 梁大夫 你进去学 没关系 若是她敢拒绝呀 就说我让你进的 少氏拉着梁义就要往里走 兰西快她一步 从里面出来 阻拦了她的去路 兰西丫头 梁大夫想学真酒术 你就让梁大夫进去观摩一下呗 请教我兰大夫 赵氏的面色一僵 刚要发火就听兰西诱导 我并非不让梁大夫观摩 先前我已与梁大夫说过 里面的是为女患者 她进去不太方便 你怎么不早说呀 夫人 我原先想与你说的就是这个 是夫人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看来是个误会啊 都怪我 没搞清楚情况 兰西 蓝大夫 蓝大夫 不会介意吧 不介意 若无其他事情 我回去继续真酒了 在此期间 希望旁人不要打扰 子墨啊 快来见过你蓝姐姐 蓝大夫啊 这是子墨 你还记得吗 记得 不会有件事 我想纠正一下 按照年纪 我比她还要小一岁 那一生姐姐 我受不起 瞧我 怎家这么重要的事情 给忘了 蓝大夫 别介意啊 不介意 山泽 你找兰西有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的啊 我和你叔叔商量了下 日后啊 千金唐纳 就由子墨来继承 所以啊 想给她找个师傅 学习医术 不知蓝大夫 可愿意 收子墨为徒啊 蓝西批了赵氏一眼 心中已经明白 赵氏打的是什么 如意算盘 不过 她看了夏子墨一眼 很显然 夏子墨并不想拜她为师 如果子墨想要学医术 她可以来向我请教 我定然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交给她 至于拜师嘛 我看就不必了 赵氏听到这话 当即就有些不乐意了 蓝大夫不肯收子墨为徒 可是不愿意将所有本事 交给子墨 我说了 只要她想学 什么我都可以教 若是子墨要学真酒术呢 蓝西批了赵氏一眼 眼底上过一抹暗光 可以 蓝大夫果然是个大度的人啊 子墨 还不快谢谢蓝大夫 夏子墨批了蓝西一眼 什么都没说 蓝西想了想 拿了一张经络图出来 递给了夏子墨 若想学真酒 就先将这些经络图寄牢了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景云 你送送我 娘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让我拜一个女子为师 这若是传出去了 多丢人啊 你懂什么 她虽然是个女子 可比很多大夫都厉害 我敢说 这镇上啊 怕是没比她还厉害的大夫 旁的我也不强求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好好跟她学真酒术 一定要将这失传的秘术 给我学到手 娘 蓝西 你为何答应身子的要求 景云 你觉得 真酒如何 很厉害 我想将真酒术 发扬光大 不光是夏子墨 任何一个人 只要肯学 我都愿意教 不过 至于能不能学会 就要看她的本事 她没有跟景云说的是 夏子墨 永远也学不会 她当然不会使用什么手段 教 她会好好的教 不过 依着夏子墨的品性 绝对不会好好学 一日是初一 蓝西仍旧要去千金堂坐诊 你什么时候教我真酒术 将骆驼计数了吗 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小点 有些点还位置相似 我怎么可能计数 什么时候计数 什么时候再教你真酒术 真酒不是小事 一旦入真不对 可就是要人命的事情 夏子墨 你若想学真酒术 就给我端正你的态度 否则 你定然会后悔 夏子墨压根就没有将 蓝西的话放在心上 在她看来 蓝西说什么经络图 不过是搪塞她 根本就不想将 真正的真酒术 交给她 蓝西没有理会夏子墨 去了书房 找了夏云朝 哈哈 蓝西丫头来了 我听夫人说 你愿意交 紫墨真酒术 真是谢谢你 夏叔不必客气 只要他肯学 我自然乐意交 今日我过来 是想跟夏叔说件事 什么事 我想了想 交一个人也是交 不如多交几个 日后 但凡我来坐枕的日子 我会每天抽出半个时辰 来教导大家真酒术 但凡是我青金堂的人 包括那些伙计 都可以来学 夏叔觉得如何 夏云朝一愣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蓝西会提出这样的想法 俗话说得好 交会徒弟 饿死师父 胡忘今来 师父都会对徒弟留一手 也正因此才会造成 很多技术失传 可是眼下 她就不怕那些人都学会了 日后没她的容身之地吗 蓝西丫头 你可想好了 我的意思是 夏叔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不过 这个决定 我已经甚至熟虑 既然如此 我尊重你的想法 不管怎么说 这个决定 对千金堂 还是有利的 若是千金堂 其他的大夫 都学会了真酒术 还怕千金堂 没生意吗 更主要的是 她也不必一直 看着这丫头的脸色 若是有朝一日 这丫头离开了 她也不怕 这丫头离开了 这丫头离开了 这丫头离开了